大家好 歡迎大家回到文杰新時代頻道 我是劉文杰 今集想跟大家說兩件事 兩件事都是關於一些大家都很不滿意 大家都很不喜歡的東西 是甚麼呢 第一件事就是 在昨天晚上的時候 有一段新聞彈了出來 國安突然之間出手 拘捕了一個47歲的黑暴 他涉嫌騙我們政府錢 即是騙大家錢 大家是納稅人 騙大家錢 而且他很大機會搞過一些香港本地的恐襲 我想大家都記得元朗停電事件 那時有一個組織 BlackBlock 承認過責任 沒錯 他跟這個BlackBlock 很大機會有很多不同的聯繫 甚至乎 他就是BlackBlock的其中一個成員 我們稍後一起去看看 跟著第二件事就是 在日前文杰都跟大家說過的 鄧炳強局長 就說這個明報的專展漫畫 說他不行 不行 那些東西 就是誤導我們的市民大眾 鄧炳強局長可能會隨時出手 如果一有證據 可能就會拉了明報這個專展漫畫的作者 到底是怎樣的呢 這件事有 我們稍後一起去看看 在影片開始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讚好留言 訂閱 文潔新時代頻道 記得按鈴鐺 選個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的一段影片 首先我們一起去看看 昨天大約在 8點多鐘左右 發出來的一些新聞等等 突發東西 就說國安處的國安 就在昨天的時間 晚上的時候 就 拘捕了 一個男人 47歲的 中年 蟑螂 涉嫌幫助一些詐騙集團 去申請我們政府不同的資助和貸款 而這個成員 那個人是涉嫌跟本土極端組織團伙 是有關係 文潔之前也跟大家說過 就是有些人借了我們香港的特位貸款 我又說過 借完錢之後 就不打算還錢 直接飛去外國那裏 那些什麼 不知道什麼百分百的信貸 擔保的那些 就是這個 那 為什麼當時文潔 要特意說這件事呢 什麼樣子 我相信大家現在都 明白的 明白的 不是 你不要當我每一回都這麼幸運 我說完那些事之後 一會兒之後又 有些人在那裏被人拘捕 中啊等等 就是 是不是我每一次都這麼幸運呢 大家明白的 大家明白的 國安署在沉夜的時候 就受到一宗案件 採取一些執法行動 在 西區 拉了一個 47歲的本地男人 他涉嫌 村謀詐騙 現在都依然是被 扣留調查之中 在調查裏面 顯示 這個男人 涉嫌是幫一個 詐騙集團 當然這個詐騙集團也很有問題 在去年1月至3月份的期間 透過 中小企 的 融資 擔保計劃裏面的 百分百 特位 擔保特位貸款這樣的東西 政府幫你去做擔保人 總之你借完錢之後就用一個很低的 息口去還錢 那你還不到就政府幫你 填數 多糟糕 他就用這個計劃 向一間本地的銀行提交虛假的資料 去申請一些貸款 最終 他協助那間公司 是獲得款項470萬元 他了解 這個男人47歲的姓周 他說他自己擔任企業的 叫做 職業顧問 即是 職業滾水 至於那個詐騙集團 另外還有一些成員 是涉嫌跟本地的 極端團火有關 並且 在去年10月份已經被我們的警方 拘捕了 涉嫌 串謀恐怖活動罪 縱火罪 串謀縱火罪 串謀詐騙罪 以及 洗黑錢 這件事仍在調查中 不排除未來日子中 還有更加多人被捕 我寫多一個包單 一定會有更加多人被捕 這傢伙跟本地的其他的 團火有沒有關係呢 告訴大家 一定有關係 國安署在去年10月份 拘捕了7男 女 我忘記了幾男女 好像5男2女 類似什麼 基本上是光成者 Black Block小隊 以及一個詐騙集團的成員 不知道大家還記得嗎 他們是涉嫌參與 以及策劃企圖 銷毀警方 不是警方 警方有份幫忙保護 的政府檢測站 OK 亦有被捕的人士曾經透過銀行向 香港按揭保險有限公司申請 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的百分百擔保特惠貸款 成功握取470萬 其中一個22歲姓張的男人在元朗區 亦涉嫌 干犯港區國安法的24條 參與實施恐怖活動罪 縱火罪 村謀中火罪 村謀詐騙罪 和洗黑錢罪 這一堆的罪名 現在就拘捕了他的一個拍檔 就是這個47歲姓周的男子 你說他跟那些恐怖組織 恐怖活動有沒有關係 跟那些恐怖襲擊有沒有關係 我相信 我相信很大關係 調查發現 那個22歲姓張的被捕男子 除了是光誠者之外 他還是 本地 最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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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極端的一個團火組織 一個 最最極端的黑暴恐襲組織 ICO Black Block小隊是本地的恐怖活動組織 他在前年5月28日參與 銷毀全灣沙咀道檢測站 他亦在去年年初 跟Black Block小隊的另一個成員 20歲姓丁的男子 和另一個52歲姓姚的女人 去策劃企圖銷毀政府檢測站 姓丁的男人和姓姚的女人 已經是涉嫌串謀中火罪 分別在北角和九龍城被捕了 你想想 蟑螂玩得多老 玩得52歲還看 還不化 還有 除此之外 這個姓章的男人 亦是一個詐騙集團的成員 他連同其他同黨 虛購僱用和一些 經營業務 透過銀行向香港按揭保險有限公司 申請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裏面的貸款 100%的特惠 的擔保貸款 騙了很多很多很多錢 他們騙錢來做些甚麼 我沒有記錯 以文潔 在不同地方收回來的調查也好 怎樣也好就知道 其實他們拿錢之後 是立即走路 300萬有300萬的走法 400萬有400萬的走法 500萬有500萬的走法 本身他們已經預料要走 跟著想拿這筆錢之後 就走得更加爽 有些其實是已經走了 之後委託他們 看有沒有機會 去騙這些錢回來 跟著就分帳 都不用走 匯回去出面 所以告訴大家 政府在這些不同的 疫情做出來的貸款也好 資助也好 其實政府有很多錢 跌進黑暴的那裏 沒辦法 有某人說香港不缺錢 現在 現任就是缺了錢 沒辦法的 有些是沒辦法的 是不是 我很著重錢 有些人是不著重的 是不是 OK 接下來應該有更加多黑暴鼻鼻鼻 我們放牆箱看看 接著我們說說第二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 其實日前文潔也同意提過 鄧炳強 罵這個專展漫畫 《文明報》那個 是誤導和不負責任 他在昨夜的時間 現在就再講這件事 這件事的緣起 亦是說 警方建議用52億 製造一個新的 通常力工業設施 可以用到 呼名的5G網絡 等 一些前線的執行警務人員 可以實時做到 傳遞一些昇畫的 影像等的訊息 鄧炳強局長已經在2號的時候 點名批評 《明報》的 專子漫畫 說裏面幻畫裏面的內容 對撥款項目提出一個純粹誤導性的指控 在昨天 立法會的保安事務委員會 在一個討論撥款項目的時候 有關 這個漫畫 屬於 不負責任 以及一些誤導情況 再有議員關注 關注就是 這些不實指控 會不會有法律的跟進行動呢 如果有違法的情況的話 應該要去做 守證 不論是否 涉及到一些 煽動式法律 或者其他法律 基本上只要有足夠的證據 就應該可以作出拘捕 甚至乎檢控 鄧炳強局長在會上 重新就說 打算建設 通訊系統的 基礎設施 增加執法人員打擊一些 罪案和救援工作的時候的效率 其實 他強調 對於我們整體的市民來說 只是會有好處而已 不會有不好的地方 只有犯法的人 才會怕執法人員而已 局方 會將 任何可以把握到的情況 去解釋 去做好 那麼 說真的 鄧炳強都說了 有違法情況 都會搜集證據 不論是否煽動式也好 怎樣也好 有證據就會拉著他 去檢控了他 所以 其實呢 鄧炳強局長這些說話 首先 是 有嚴重關注 第二件事就是說 其實 他真的很不滿這個專子漫畫 因為這個專子漫畫 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是一而再 再而三 去 挑戰我們 政府的底線 然後 他這些所有的專子漫畫 又說用了什麼 稀笑露罵的方法 去反映時政 但是問題是 這些所謂的稀笑露罵的方法到底 有沒有誤導的成份 有沒有令到 市民 甚至乎 甚至乎 不同的人士看上去 有不舒服的地方 還有 有沒有歪曲到裡面的意思呢 其實我有一個問題 很想問 因為呢 其實 用明報的專欄作家來講 有一個人 我沒有記錯他的名字叫曾志豪 這個曾志豪 他其實已經遠走了去台灣 但是其實 他 依然在明報那裏 當時 現在沒有了 現在明報就 跟他割了席 當時 他去了台灣之後 依然在明報那裏 有一些所謂的專欄寫出來 他裏面所寫的東西 又是有誤導的成份 亦都是有一些 大問題 隨時是會違反一些法律的 當時 他又是越洋那樣 一而再再而三 挑戰我們政府的底線 我們政府亦都是一而再再而三 發出一些聲明 去說過這個曾志豪 當然啦 這個曾志豪 你猜我們能否拉到他 有機會的 台灣回歸回我們的壞譜 我們祖國壞譜 有機會拉到他 當然他可能那時候 又穿了草去另一個地方 不知道 但是 有一件事就是 其實 有這麼多所謂的 作家也好 畫家也好 在本地的媒體 報章 雜誌 發表不同他們的 作品 叫作 作品 但是他們這些作品 又涉及到一些法例 或者政治 而他們又不在本地這個地方 他們可以做一些很不負責任的事 所以其實 如果這些人 又不在本地 但他們又要搞本地的政治的事項的話 是不是應該 那麼多媒體都在想想 是不是應該不允許非本地的人士 去涉及到本地的政策政治 的作品呢 這樣的話其實 對於 媒體來說 是一個 很危險的事情 其實是明報 其實我覺得這樣 有這些專欄 或者這些 擺畫的地方 擺到明報那裏 其實我覺得 對於明報來說是很危險 非常之危險 說真的 所以明報可能真的要考慮一下 非本地的 已經穿了草走得老 是不是依然是給他 這樣去玩這些 報章專欄呢 明報可能真的要想想 真的要想想 如果不是 到明報有什麼法律效果的時候 其實 我是會替明報可憐可惜的 真的 因為他 不需要承擔 原本 但是就被這些所謂的手足 連絡到了 是不是 不知道大家怎麼看 歡迎大家下面留言告訴大家 你怎麼看這件事 今集的時間就差不多 在影片完結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真好留言訂閱 文潔紳士道頻道 記得按下鈴鐺 選了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的一段影片 我們下集再見 謝謝大家 拜拜 拜拜 拜拜